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7号的大花莲蝶防新闻 我是石玉兰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 17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本土个案病例 65,794例 而花莲县则是新增了1,200名的确诊 那么县政府最新的防疫政策以及措施 就透过镜头带您到县政府的防疫记者会现场了解 花莲17日新增1,200例确诊个案 而17日起新制上路 确诊者同住家人若打满3剂疫苗 只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 12天内快塞性证明就能维持正常生活 但不能出入人潮拥挤场所 另外高中以下学生不适用0加7 而打满3剂同住家人仍可选择3加4的居隔方案 0加7或3加4的人 你会有2剂的快塞10剂 那麻烦我们的这个居隔者 居隔者的部分 请您带 请您带我们确诊者的健保快议通 或者是确诊简讯的通知 上面有它的样张 您带确诊者的简讯通知 或者是健保快议通 APP的通知 再带同住家人的健保卡和身份证 到您所住的卫生所来领取2剂的快塞10剂 2剂的快塞10剂 假设朱家祥是确诊 我是朱家祥的这个同住家人 我就带朱家祥的这个健保快议通APP的这个样的这个证明 你可以把它照下来拍下来 再带我的健保卡和我的身份证到花蓮市卫生所来领2剂的快塞10剂 2剂的快塞10剂 如果我的同住家人还有我的孩子 那我就一样可以把我的孩子的身份证和健保卡一样带到 拿到卫生所去就可以领 可以带领 我们的教职员工生 不管是它是属于上述的0加7的方案 或者是维持原来的3加4的方案 在这个7天里面我们的教职员工生都不到学校 这7天都不要到学校 等到第8天的时候一早快塞阴性之后再返回学校 以确保我们的校园的一个安全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安心的一个就学 也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安心